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公园 我是Ivan 今天还是由我和我的老搭档金花金院长来跟大家聊聊有关超级英雄的话题 但是在节目开始前我想读两条咱们热心听众的留言 这个叫李大三的热心的朋友 他是问我们说你们以后会不会聊生化危机或者是基金灵游戏题材的一些话题 这边我也是给他回复了 我说近期肯定我们会要做一次生化危机主题的 这个请大家敬请期待吧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今天刚刚我看到的一条留言 这个朋友叫H-A-R-E-G-U-U的 他说是听咱们这个节目坐地铁坐过站了 完了我也是谢谢他的支持 希望你明天就是路上再听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再坐过站了 好吧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话题吧 咱们今天还是要回归这个超级英雄这个话题 因为我发现我看了看数据 我发现就是第二期的这个数据 超级英雄大家可能比较靠近 异常的强大 看来大家也是比较喜欢这方面的话题 聊聊最近就是死士这部电影 前两天也在网上看到新闻 就说死士这部电影的场面过于血腥暴力 所以它无缘了中国大陆市场 金院长你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金院长特正常觉得 特正常 正常 其实我们开始是听说死士中国能够引进 包括看到了中文版的这个预告片 我这个是觉得很震惊的 这怎么可能呢 按说就是往常就是说没有引进的电影 它是不会放这个中文版的预告片了是吧 对实际上也能看出来就是本身是想引进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发现从扁分侠开始 就是所有的片超级英雄的片 都在引进几乎没有一部是不引进的 但是呢所以我估计本身也是想引进这部电影的 但是也我们为什么就开始说觉得很震惊呢 因为这个英雄本身的这个角色定位 它就不太适合 就不太可能是被审过的 明白吗 这个有关部门啊 就是说也是想想跟那个好莱坞这个工作室合作 说看能不能说捡一捡对吧 把这个你过于血腥暴力的场面咱们捡一捡 这这样行不行 但人家就觉得说因为可能太多了 以前有过很多这种在国外可能说R级的这种片子 也能捡一捡中国能够去放嘛 但是呢我在微博上看上消息的时候 其实挺逗的 叫无从下刀 无从下刀 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捡 就是你捡完了 可能就是一个开头和一个最后放字幕就完了 就没有了 其实就是对我来讲呢 挺高兴其实 对其实 为什么会高兴呢 挺高兴 因为就开始说中国会上映嘛 我知识它肯定会去动刀 或者说翻译上面去调整 不知道你看没看复联2的那个翻译 里边像sheet这些词 全都翻译成了一个特别怪的词 所以导致这个里边很多梗 你看不太明白 对吧 就是我英语也不是那么好 咱们还是回归到说这个这电影的本质 它为什么这么许型暴力 因为之前的漫威的这些超级运动电影 咱们也看过很多了 是吧 也无非就是一通打 对吧 咱也都正常引进了 是吧 也没有剪太多 没有伤筋动骨 但是为什么死是这部电影 它就同样都是漫威 应该是漫威旗下这些超级运动之一 这么血腥暴力 而且我在美国是被评为R级 这是在之前的那超级运动电影里边是没有的 甚至在很多欧洲地区 欧洲的一些个别国家也都是进放了 这个角色好像之前在国内并不是太大众 其实死是这个角色 在国内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英雄 但是在国外它其实是很火的 咱们先说这个为什么说的他们不好引进 说不好剪 血腥是一方面 其实这个人了解的话 他的超能力的那个评级里边 第一超能力是叫嘴炮 就特别贫 他贫的程度就是脏话连篇的 跟这种反讽 跟这种吐槽的程度是非常脏的 这个是这个人的一个核心特色 对吧 咱们如果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剪掉了 整个剧情你推进不了 他每一句话里边都带着无数的一种脏梗 黄色段子 就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 刚才加上说他这个性格上边 你看那些超级英雄是有正义感的 对吧 像蝙蝠侠 我想都是那种属于很有正义感 宣传正义 我们是维护地球 世界和平的这种 像蝙蝠侠不杀人 对吧 就绝对不杀人 蝙蝠侠他们都不杀人 蝙蝠侠是一个好学生的那种 大学毕业生的那种形象 对对 像死士这个就是 就直接动刀的 这个就是直接杀人 而且他武器是刀 刀枪这两个 那这很暴力 刀冲锋枪 反正是火箭筒 能上什么上什么 就对 包括他的身份是个雇佣兵 你想象一下 所以他杀人都是一招之敌 这种非常的狠毒 所以这个人物 性格就是这样 你不可能把他说拍的 剪得不血腥了 或者说他的说话不脏了 这个确实不太可能 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 去看这个英雄了 首先他不是反派 他应该是一个正派的角色 就是首先要说 这个死士在国外的火爆程度 实际上是异常强大的 这个是国内不太 是近几年火爆起来 他诞生 他诞生是90年代初诞生的 那也是后期的家庭 对对对 你想像我们所熟知的 超人扁国侠 这都是三四十年代的人 对吧 到后来的这种 其实已经说很有现代感的这种 金刚狼 那也是70年代 对吧 也是以反派出 这个人是90年代出现的 这种街头啊 这种另类 应该还是跟当时的一个 社会背景有关 他在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 去诞生的这么一个角色 他只是具有这个时代意义 对 而且就是他到于了近几年之后的 就是异常强大 就是极大原因吧 就是他最强的 咱不能说能力吧 就是人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叫这个 所谓这个打破第四面墙吧 就是他是知道自己生活在漫画里的 他是一个漫画角色 但是他知道他是漫画里的 漫画这个位面的 这个身未动心域 就相当于咱们之后上期说 说蚂蚁在地上爬 突然发现 他突然知道自己是蚂蚁了 他知道原来还有人 在可以弄死他 这个事 对对对 他是这么一个人物 叫打破第四面墙的人嘛 而且他的游戏 也是13年吧 出了这个游戏里边 他会在游戏里边 去给自己的编辑打电话 问这款游戏的收入是多少 要聊分成的事 包括在漫画里边 他经常一出场 是坐在一个椅子上 打开一本书 然后讲 说我们现在看一本这个杂志 明白吗 然后他经常有时候杀坏人 会说这个人死了 会不会影响我的销路 他是这种长期打破 第四面墙 包括这次的 那我想问一下 让他知道这些事 那他会跟这个 漫画里其他人说 这么聪明 这个知识这么渊博 我觉得他有点通缠了 你知道中国离缠的这个概念 对就是 但是英雄们基本不信他的 英雄们基本 咱们该说 他这人有一话牢的毛病 是吧 一天脑废话连边 而都不甘不敬的说的 说的都不甘不敬 而且他的 人生作用名 我们看中文那个片官 就不是写中文的一个预告片 其实这前几部预告片都不错 我们一会再讲另一个 就之前一个 比较常规的预告片里边 会打出的标语 我们知道 知识侠那个标语 叫能力越强 责任越大 他这个标语叫 能力越强 越不负责 他一身的负能量 然后他在漫画里边 长期宣扬的是 给钱 谁我都杀 只要给钱 我就杀人 他是一个雇佣兵 但实际这个人物形象 在漫画里并不是给钱 就杀人 这个他只是嘴炮 他嘴上这么说 他实际上是只杀坏人 杀这种黑社会 就是杀这种有暗底的人 但确实是说 英雄不会杀人 他会去杀人 所以英雄们对他是相对排斥的 再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人物形象 咱们讲一下是体源 他本身是一个雇佣兵 然后是叫韦德 其实这个人物形象 在金刚狼前传一里边出现过 是那个一直是个画牢 拿个双刀 然后最后被改造成了 那个金刚狼跟他哥哥 打的那个大关底 嘴被嘴被得封上的那个人 就这个人实际上是死士 当时福克斯是想试一下 这个人物形象 会不会被得到认知 然后结果发现 被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他的这个 但实际上这个漫画里的 这个情况跟这个稍微有点偏差 但是大体是什么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是得到了 金刚狼的自愈因子 这个是很重要的 非常有这个金刚狼的一些能力 是吧 有能自愈 有自愈能力 而且他自愈能力 好像比金刚狼还强 对就是 这个比金刚狼还强 我觉得是他自己吹的 对因为我玩 那咱们也都受他影响了 就咱们这位面的观众 已经受他影响了 是吧 因为他也知道 咱们有观众这件事 对因为我玩过一款游戏 特别逗 死尸的那个能力介绍里边 人家都很正常写着 这个能力是多少多少 他那个能力特别逗 写着 就是自我恢复 括弧比金刚狼强 他一直宣扬自己的自愈能力 比金刚狼强 其实往后听 他可能是有一定原因的 所以一般公认 他确实自愈能力比金刚狼强 但他是获得了 金刚狼的自愈因子 他是有癌症 就得癌症了 他的前身是Consorm 是F2R里面那个Consorm 癌人 他是得了癌症 而且是这种 就是到晚期了 到了晚期 浑身上下都已经是肿瘤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迫不得已 接受的这个X5G计划 X5G计划 就是金刚狼 他们拿金刚狼因子 打他身上 打他身上之后呢 就出现了一个情况 这个癌细胞 会被这个自愈因子 给治愈 但是如果癌细胞都没有了 这个自愈因子 就会把他的身体 全部都吞掉 因为他这个正常人 是扛不住这个自愈因子的 正是因为他有癌细胞 就可以跟这自愈因子 达成一个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他大脑里边 也同样会不停的 发生病变和 被自愈因子在治疗 这种 好像是 他是 他的记忆 也会受到影响 对 就所以他的记忆 会受影响 所以他的认知 也会受影响 你看他的大脑 在不停的 一会死一会活 这个过程中 所以就很多人认为 就是他的头脑 是不清楚的 活得也很辛苦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人 告诉大家 你们活在一个漫画里 你觉得会有人信吗 就实际挺逗的 可是最早编辑 塑造这个形象 是当成一种 玩闹的性质来塑造的 所以这个人 形象被塑造的是 相对有一些夸张 设计他这个角色的人 应该是比 以前咱们说的 超人冰封侠那一代 要年轻很多 对 他是有这种新的想法 而且他是设计这一部 他是有这种 一正一邪的这种性质 对 他就是设计的时候 其实也算是巧合吧 开始就是想设计 这么一个比较搞怪的 就是一正一邪 你说好人 你说坏人 你说不太清楚他 然后他能够跳出卫面 什么等等的 给了他什么能力 都金刚狼 比金刚狼还强的 自愈因子 然后就是漫威 有能力指表 有能力指表 他已经是到了 顶级的武术大师 就顶级 你能不能透露一下 那个顶级还有谁 还有像黑寡妇 鹰眼这种 就正常普通人才有 是正常普通人的顶级 是吗 不是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 为什么 鹰眼跟黑寡妇 能够跟这些英雄们 在一块去打 因为 他们就是 都是做收尾工作 就是 他的那些 什么体力耐力 都只是人类极限 他突破不了 但是他的技巧 他的技术 是可以到顶级的 武功高 是吧 我内功虽然不行 但我这招式都在 对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你比如说美国队长 我记得是 差一格 还是顶头 就不太轻了 顶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最高级是七级 就是最高级的武术 是什么就会掌握所有的武器 而且是全部精通 基本上只有特攻才是 这个像这种钢铁侠民的 这个技能就都是非常低的 对 他 对 这么一般这个技能 只赋予 一般这个顶级的武术技能 真的是只赋予特攻 和赋予律用 就能力不强的人 这样你听话 能跟这个世界抗衡吗 跟这些英雄一起去打仗 但是他是拥有这个顶级的武术技能 雇佣兵 顶级的这个武术技能 自愈因子 就是强大的超过金刚狼自愈因子 他还有一个传送的腰带 可以让他瞬移 瞬间移动 对 可以瞬移 短距离瞬移吧 当然这瞬移也比较怪 就是经常有时候移不好 可能就移到坏人堆里去 就是这个是一个 那他速度有闪电侠快吗 就是瞬移呢 和这个速度快是两个概念 你能明白吗 瞬移是在你从这个 瞬移是点对点的这个移动 在闪电侠他还是一条直线 对 他是个人速度 所以他能穿越 你光有 对吧 所以散电侠速度快了 可以穿越 他这个穿越不了 就是这个腰带 然后加上他的这个刀呢 就有很多种说法 有说法说也是这种 很强的这种金属 这个震金 这个实际上漫威世界里 有几种金属 有这个金金 就是只有天神能使的 然后是这种乌金 是这个索尔的锤的 能被抚磨的 然后就是震金 美国队长的盾 还有这个之后 我们可能会看到黑豹的爪子 是这个级别 那那个金刚狼那爪子呢 金刚狼那个叫 爱德曼金 就不太一样 像爱德曼金的 能排队级 爱德曼金 爱德曼金是 最强的密度 由美国军方研制 最强的密度 所以它是 什么东西都可以砍断 震金是 是这个黑豹 那个国家产的一种金属 这种金属的 最强的力量 是吸收能量 它可以吸收能量 再释放能量 就是它是有一个特性的 我觉得这么轻二乱 你能不能就是说 白妆 绿妆 蓝妆 这么分一下 天赋 你可以理解为天赋吧 就这几个基本都是 就是爱德曼和镇金 是基本上是相当于 这个这个紫装吧 相当于紫装 但他们是两套天赋 然后那个金金和那个乌金 是成装了 就是他们 但也是两套不同天赋 就是说 它本身也是有很强的 这个刀是这种东西做 像我们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个死士 就是在金刚狼前传里边 看那个死士的那两把刀 就是拿金刚狼的那个 爱德曼金做的 差不多吧 就是算是蜂魔吧 你可以理解为游戏这种蜂魔 有这种剧毒 是刺客上毒 就是你看 它实际能力就是 是非常强的 它的体力什么的 也都是 就是体力啊 也都是有超强那什么的 其实挺逗的 它这里边就说 就是我们看那个 复联一的结尾 会出现那个大boss 对吧 包括我们在那个 这个这个什么里边 银河护卫队里边 这个人也明确出场了 这个将会作为复联三的总boss 叫灭霸 灭霸 这个人物跟他是有关联的 但很可惜 现在这个版权不在一块 这还都不是一家公司的 从漫画角度是漫威的 但漫威把X战警和蜘蛛侠 和神奇四侠都卖掉了 蜘蛛侠卖给索尼 但现在是跟索尼达成协议 可以合拍 但福克斯是一直没有放回 神奇四侠和X战警 所以这个人物是 这回拍是福克斯拍的 并不是迪斯尼的做的 所以他在片里边 不会跟灭霸产生任何的互联 但实际在漫画里边 他跟灭霸都同时喜欢一个 这个世界里最厉害的女人 算是叫死亡 叫死亡是一个神 这个人是他最初是勾引了灭霸 让灭霸从一个特别善良的 星球里边的小孩 然后走向这种屠杀世界的道路 成为这种最终的boss 然后此事是在 他在X武器计划里边 被列为失败品 然后不停的让他们被组织去戏耍 然后在一个被称为这种死亡池的里边 他的英文名是这种死亡池 就执意死亡池 在这种死亡池里边去比谁先死什么的 结果他在几次临死的过程中 见到了死神 就见到了死亡女性 然后他喜欢上她了 当然了这个是死亡的一个更大的特性 就是他得谁喜欢谁 比较没品 就比较没品 跟超人这种爱情专一的人比起来 就简直就是很乱的一个人 反而他身上就没有一点正常就对了 然后他喜欢死亡之后 被灭霸知道了 因为灭霸一直被死亡吊着 然后他听说 他也喜欢死亡 就情敌 然后死亡也声称 他喜欢死事 然后死事有一段的长时间 就是求死状 就是寻死 我的目的就是死 死了之后 就可以见到我喜欢的女人了 你可以理解他这个神经 这个逻辑了 然后所以灭霸 就是给了他一个诅咒 就是让他永远死不了 所以他的自愈因子 就是说他的复活能力 是一定超过金刚狼的 他不光有自愈因子 还有灭霸诅咒 那这 这 这没法形容他了 其实很多人说 他是不是最强 但是杀伤力没那么强 他杀伤力没那么强 就跟狗皮膏似的 你怎么弄一天弄不死他 弄不死他 这根脑袋还不太正常 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电影公司要拍他的唯一目的 就是挣钱 这个很明确 他的票房应该在 在北美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当然了 他不可能去跟复联的票房比 这一定要明白 这有版权之争的问题 因为他在福克斯旗下 福克斯旗下只有X战警和 神奇死亚 神奇死亚一直拍的都不太好 X战警会非常火 但X战警已经你再玩下去 你老玩他也没进 所以叫再弄出一个 这什么来 就是X战警里有一个 很黑暗的一个叫 X特工队 就这个特工队是为了生存 是可以杀人的 受了这个 这个X战警的这个头 雷射眼的这个授权吧 由金刚狼带领 可以去杀人 所以他现在实际上 是我感觉 他是在塑造这个X特工队 狠狠 这里边人都狠狠 其实死士这个人 本身不是X战警 X战警指的是变种人 这个人不是变种人 这个人 对对对 之前那个 一直就不同意他加入 因为他不是天生 具有那种能力的人 对对 他不是 但是他因为身上的是 金刚狼的这个 自育云子 他又跟金刚狼 有这种一比一友的 这么一个状态 他特别喜欢跟这群人玩 包括他喜欢的很多女性 灵蝶 X战警里边包括灵蝶什么的 他的最好的机友 好机友叫这个锁链 蜘蛛人跟他很好 对 蜘蛛人跟他还不错 但是你要明白 蜘蛛人相对正义一点 就是对他是这种 好朋友 是好朋友 但是有一点鄙视 就跟蜘蛛人 对钢铁侠那种崇拜不一样 不过挺逗的是 有一集 动画片版的蜘蛛侠里边 他也出现了 他出现那集连 可能跳出第四面墙 所以他出现那集 连蜘蛛侠的偏头的那个 都给改了 都改成死士 就是蜘蛛侠 啪一上来 跟他给弄没了 然后改成死士的 就是这种意思的 他最好是这个叫索链的 这个又叫什么电索 他是这个 雷射眼和凤凰女的儿子 就是是穿越回来的 穿越回来的 就是他的朋友 基本都是X战警里边的人 所以他的版权就落到了福克斯 福克斯只能从这些人里 找出一个最火的 但实际上X战警里边 除了金刚狼 在去年的排名里 金刚狼应该排到第四 还是第五 急不太轻了 前五名吧 而在前十五的只有死士 你知道吗 死士在国外会非常火 死士是已经排到了第十五名 而且这是一个 九十年代创作的新英雄 能排到这个名次 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这人也挺癫狂的 听起来 实际上他我觉得 也不能说有什么正面意义 但确实代表了一部分 年轻人的心 我们小时候看 唐伯虎点秋相 不是都有那种感觉 就是众人皆对我都行 对对吧 这种跳出室外 这种室外高人的状态 他并不是说 用一个人修了佛 来去表现这种室外高人的状态 而是用这个死士的 这个人物形象 来去表现这种 对这个俗士 有一种不同的看法的 这么一个 而且他挺俗气的 就是说他能跳到另一个位面 这个是被很多新生代的漫画迷所追捧的 或者说他与之前那些英雄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世上有很多缺陷 反而是因为这些缺陷 人们反而更喜欢他 他不是在中国国 所以不好说 但是在美国 我可以提一个同时期的人 90年代末 然后21世纪出大火的 I'm NM 阿姆现在就翻译阿姆 对吧 你知道痞子 痞子阿姆 爱米纳姆就行了 对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 就是这种嘻哈文化 他受很多年轻人喜欢 对 包括你看那个预告片里边 明明我跟你打招呼 我就不跟你好好说话 就那个劲 对 你看预告片里边 后边的音乐配的很多 都是嘻哈的音乐 所以他受这个文化影响 咱们到底说 为什么美国这种音乐能活 这种理念能活 我觉得确实可能受年轻人的追捧 他还是应该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在里边并不是塑造了一个 完全的坏蛋 他不是一个坏蛋 他是看透一切 然后呢 在这个这个也没什么底线 但他做好事 别人在别人眼睛里 他就身上有那种中二病 对 有点中二 他有点中二病 但是他做的最终做的是好事 就我嘴炮说的是 我给钱就杀人 但实际上没杀过好人 以及在很多大事件里边 他还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包括 就是叛逆 而不是叛逆的这种 对的 非常叛逆 他比金刚狼还叛逆 但金刚狼叛的 可能还有点底线 这个人已经是彻底没底线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金刚狼是一老派的 一种军人形象 那种硬汉 后来也不流行那种 现在可能比较流行小混混 而且就是他 在英雄里边很多黑活不能干 他可以去干 所以他干过很多黑活 我虽然是挺喜欢这个人物 就是咱 咱这样 咱假设一下 如果咱们国内同意这部电影 并且不解 就这么弄放 你认为这个电影 就是放完之后 这个角色在中国能不能活 我还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看这个问题 越踢越刀钻 但我见过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百度贴吧里边应该是 有一个帖子 就庆祝没赢过 举这么一个例子 就是说一旦你省过了 他相信人气肯定会升 但说会升到什么程度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物的形象 一旦升了之后 贴吧人就会多 管理就会严 不过他就可以卖贴吧了 像我都流行那样 对的 70万 也就卖贴吧了 还是没想到他 他们可能还是为了 为了真的是宣传美国 这是真正的 这是真正的影迷 这是真正的影迷 他并不是奔着奔着卖贴吧 他可能就真的没法讨论 这个人的任何事了 就因为这个人太脏 太黑暗了 所以就是 在中国上映 我觉得 真不会有太多人 会喜欢到这个角色吧 但我觉得 反正我会挺喜欢 而且我之前看你发朋友圈 你好 现在也就是在终极说 二月份要去香港 一定要去看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对这个角色 我大概认知 其实之前几集也聊 比如说 我可觉得会觉得 这个蝙蝠侠也是我崇拜的 我想 但是他 我觉得我这辈子 到不了他这样 他跟我性格也不一样 对吧 但这个人物性格会觉得 跟我可能更接近 因为我们是精神病院的 也是唠唠叨叨 对唠叨叨 嘴特别碎 然后我们还是精神病院 他们